在中文大學段淳志校長發表了公開信後 香港八間大學的董事會會長 發表了一個聯合的公開聲明 我先把聯合的公明和大家讀 第一 大學的共同使命是增盡知識 促盡理解 希望大學社群所有成員捍衛言論自由 尊重其他成員的觀點 為此大學珍惜多元意見 並鼓勵大家不同意見 進行全面文明和互相尊重的討論 而現在大學絕對不是尋求政治議題解決方案的戰場 不應該捲入之前某一特定政治立場的漩渦 第二 大學的最高責任 為每一位持份者提供安全的學習和交流意見的環境 不應該有人感覺到被欺凌或者威脅 每個人都有權利充分表達意見 但大學校園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容許有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 粗暴言語和無禮行為 尊重大學財產是所有大學成員的基本責任 逃亡破壞產物 財產是違法行為 無法容忍 第三 大學的核心使命是增進知識 所有課堂需要按計劃進行 以符合各科的課程要求 部份學生杯葛上課的各樣行為 不得擾亂任何學術活動或者課堂 更得得強迫其他同學參與杯葛 在任何情況下 每個學生均有責任跟進課程進度 達到學歷要求 在有充分理由之下 大學或可著情處理 給予學生額外時間完成學歷要求 但學生不應視之為權利 第四 大學以教職員和學生的福祉為重 在其能力範圍之內 大學會為教職員和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以及建議 但每一個員工和學生必須以為自己行為負責 所有大學的持份者在任何時候都需要守法 大學提供的支援和建議 都是出於關顧 並不代表大學支持任何持份者的個人政治立場 第五 大學有規定的機制和程序 處理違反法規法例或大學規則的人 攝購行為操守 問題的教職員或學生 可預期被引用相關的程序和機制 對其作出進一步的跟進 懲罰的方法包括譴責、暫領停學或停谷 甚至解除學籍或解固 必須強調每個人對其行為要負責 第六 最後在香港治療尋求解決目前困境的法案之時 我們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力行克制互相包容 下面他們發表的就是包括 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王家淳 香港鎮會大學校董會主席陳振仁博士 領南大學校董會處理主理、副主席葉成興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梁彭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馬時鏗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林大輝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主席廖長成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教授 這就是八大大學校董會主席發出聯合公告 大家可以從這個工具發現 其實是很針對性的 如果我們再回憶一下當段校長和中大學生 舉行會議會談的時候 學生和段校長之間 是否在一個和平、理智、沒有威脅的情況下進行 我覺得不是 學生叫囂 有不同意見的同學出來表達意見 他們叫囂、唱歌、吵著同學表達意見 當有中文大學的校友出來說 和他們不合聽的話 他們叫囂、吵著 對不同意見的人士 沒有一個兼容的態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段校長應該即時終止的會談 因為這個會談不是一個公平、和平、理智的情況下進行 而同時 我們也看到有同學 用綠色的雷射角 照射段校長的眼睛 這是一個人身攻擊 這是牽涉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罪行 這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當時段校長可以基於這個原因 即時中斷這個會談 很可惜 不但沒有中指導 他仍然在這樣的會談 在這樣的情況下進行 事後 早兩天發表的公開信 更加令人失望 是吧 所以才會引發香港八間大學的校統會 的主席 或者其中一個是代理主席 發出這樣的公開信 其實這個公開信很明顯 是針對段校長不適當的做法 在這裡我順便想讀多兩封信 第一封信就是一個自稱是中文大學的校友 寫給段校長 一樣 我讀這些信全部都是網上來的 所以可能出處有問題 但是我一樣再說 我是評論事件 那個作者是否真人 不重要 還要是他說的話 是否我們大家認同 他這樣寫的話 段校長 作為中文大學的校友 看見校長今天的公開信 自感無法不動不表達幾句忠言 於後發覺 校長完全是斬學生的立場 企圖以感性蓋過理性去處理事情 主要的目的是令讀者覺得 校長對學生是仁慈和愛護 而且盡力支持支援和教育學生 但是如果學生 如果是以理性去分析的話 校長你這封信就完全經不起考驗了 第一 沒有叫停學生以後應該遠離危險 不應該再參與暴動參與衝擊 沒有做這件事 第二 沒有提醒學生要按法子去爭取訴求 這個已經暗示 應該跟學生暴力是蓋直的 但是可惜也沒有這件事 第三 沒有就某些同學的前言不對後語之處 提出質問 這跟吳奧雪的言行有關 第四 關於警方 校長還沒有說任何一句公道話 如果警方等等等等 反而在延遲上已經有個未審先判的責難意味 以上的種種成立了學生對學生的姑息養姦 這是對校長公開信的簡略批評 而基於立場偏頗 成立所謂的緊急支援 你覺得不是為學生解決法律心理的困難 而是為學生撐腰 動用所有的尖魚 讓學生可以繼續搞亂社會 這樣社會怎麼會平靜下來 人們覺得完全是 自社會責任於不顧 校長公開信的一種感覺 為了自己能夠安穩坐園這個任期 不惜討好和盲從學生 不顧教育工作者應該有的操守 和大學校長應該有的社會責任 難怪不得校友曾登堡暗詐 移屆翻掌 英科反笑 實在有欠學者的封骨 尤記蔡元培斯先生在他五四後痛斥學生的過分行為 更偽然辭職以名其知 不知道校長有沒有覺得他需要做到明智的時候 以補中國文大學的博文約禮 在校封的於風耀魚多 大樹漿島之際 那說到中文大學走斷 中文大學的校語 一天 不是千里 千社 在校封骨 很重要 這就是另一位校友的照片 不是 我把同一篇抽了兩次 對不起 只是只有一篇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